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葱它是有16个大孔 16个小孔 一个孔一个孔嘛 就好像葱一样全部都是空的 通常是用一张面皮包着糖葱车 它的味道是又甜又脆 我叫许云川 是糖葱的第四代传人 我们家的糖葱因为祖传下来时间比较长吧 手工来说比较纯熟一点 工艺上比较好一点 口感也好 就是一家人分工合作吧 早上吧 我爸就负责这个火候吧 糖葱的原料最主要就是白糖跟面 糖葱的步骤呢 第一就是把糖倒到锅里 然后加水加醋把它融化 那个木板把它搅拌 防止它粘锅 如果火候太软 这个糖吃起来粘牙 火候太硬的话 它吃起来它就太硬 妈妈 冷漏起来呢 到了一定火候的程度 好了就放到冷水锅里去冷却 然后就放到木棍上面把它给搅拌 我们两兄弟就是拉糖的 我们两兄弟也合作了十几年了 拉成一个孔一个孔 那都是火炉边 那火 而且是阳火 是不是 那是非常热的 都是一把汗 一把汗的 人家是一滴一滴 我们是一滴一滴的 切的时候汗 大家能看到 等一下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对 我们打到 我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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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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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 我老婆 我嫂子她们就负责说把这个糖包装 我呢就负责做薄饼 做薄饼最主要就是要快 因为那个铁板它是很烫的 你得输入你这边放下去 你马上就要把它撕起来 它才不会烧焦 那个糖葱配着工夫茶说的话 它就不会甜 吃起来非常好 糖葱吧 给我们家人带来的团结 每个人都是做这个 从小到大 就学着学着就继承下来了 因为糖葱不是说一家 一两个人可以做的 要一大家者一家人一起做的 其实也有开心 也有不开心 是不是 有些人生嘛 是不是 也没有什么说 太大的要求说 什么发大才什么的 小孩子 小孩子都健康 老人家都健康 然后家里人一家 其乐融中 其实就够了 孩儿子 尤其 Dream 韬银子 小孩子 ело数捕 当人家人 Tort派 这 bardzo 管理 牛肉 Mobil 不用 你 你 这个是金光 这个是金光 还是该炒港口 这样子啊 你看看就是这样子